陷入马路凹洞的小货车缓缓被吊起 右后轮像是被马路吃掉一样 整个车身倾斜动弹不得 高雄凤山区临森路21号下午3点多 马路无预警塌陷 出现长1.8公尺 宽1.5公尺 以及升0.8公尺的坑洞 而这凹洞其实去年就已经出现过 韩国瑜上任后还来不及捕 才导致意外发生 不是现在就有这个状况 之前就一直有下线的状况 然后下线其实民众通报打1999 他们就进来把他直接回田 就是直接回田而已 没有去认真去检视开挖 说看看是到底发生什么事 载运店平补及的小货车 疑似因为载重物 行经雪才会把已经多次 出现坑洞的路面压破一个洞 破洞周围还有一大群裂痕 怪手将表面的柏油给破坏掉 调查出塌陷原因 有来補毁了 補毁就補毁这样而已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够七八五月了 现在还满路 破损路面下包括台电宽平缆线 以及自来水等管线 相关单位开挖后才能找出破损处修补 对症下药 记者彭宇德 秀伟宜台北报道